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场地非常好 你看起来又宽敞又明亮这样子 然后通风也很好 好多门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快乐 以前松山国小也是不错 不过这个场地比那边更宽敞 这都是我们里长很用心地去争取来的 真的很感恩 这个场地是我去争取来的 在我民国100年开始争取 到104年跟柯市长在市政会提案 市长也同意我们当年提案的内容 就是要做银法热火跟青少年探索 这个地方本来也是放台北市秘书室的档案 我们觉得寸堵寸金 交人机能非常好 实在很可惜 就争取是不是能把档案是牵走 牵走 然后这边回归在社区 来经营一个银法热火跟青少年探索 所以后来我们要写一个专案计划 社会计要求我们要写专案计划 就争取到这边 要规划一些课程等等 所以我们每年就跟 经费来自台北市的社会局提供的 提供的 他有所谓设计照顾关怀巨品的经费 我们在经营 既然取之于台北市政府 我们当然号召全台北市的 我们的长者 来这边一起来活动 觉得里长弄这个银法热火中心 很棒 我们这个里长真的是最赞的 别的地方都没有这么好 场地很舒适 对对对很好 大家都照顾得很好 没有人那么棒的 我们去哪里看过 没有我们里长那么 像我们那么大的地方 可以做运动 这个地方跟以前比较 你觉得这边的好处是什么 这边好处当然很好 前后面都是看得见外面 空气又很好 你看我们这里40几个人参加 画面中这个地方是玉城综合大楼 玉城里里长积极向市政府 争取到部分楼层 来作为银法热火中心 善家利用工部门的场地 让台北市60岁以上的长辈 都可以来参加各种课程 像是每周二的这堂 越动越健康 特别邀请具有专长的在地里民 来教长辈健康又安全的运动 好,再来我们要同步同时哦 不同步哦 不然是一起 现在我们不同步哦 好,这只手到上面之后再跟 对,很好 来,开始哦 1 2 3 4 然后 这个肩膀会有点往后这样转 身体可以稍微微转一下 我希望能带 老玩家他们有生活动一动 然后其实可以这些训练他们的反应 还有他们的神经协调性 让他们不会都坐着 因为真的是 动的话就是越动越健康 然后也可以预防他们 比如说走路 真的,我也会训练他们的反应 就是不小心要跌倒的话要怎么办 然后帮他们加强他们的肌力 还有他们的肌肉的力量 就可以让他们达到生活 生活上的机能可以更方便 对 那你们觉得老玩家的学习的精神如何? 哦,老玩家学的精神很好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教幼儿体能的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跟小朋友都蛮像的 就是很开心,然后也很听话 都很乖,很好带 跟他们教其实蛮好玩的 我来这边运动大概有三年多了 因为退休之后啊 在这个有个团体活动 一方面可以这个 大家可以交流 互相交流认识朋友 再主要就是我们这边有些 对老年人65岁的人以上啊 他有专门的这个教练 这些教练通常都是专家啦 所以我们这个很多 这个等于是一方面休闲 但是呢,又可以达到运动的目的 而又不会伤到身体 这就是我来的目的 我在这边运动已经做了四年多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们里长办这个 这个健康2.0这个活动非常好 因为来这边大家同学共聚 可以静静感情啊 互相了味啊 不会待在家里面 对你这样 其实我本身有忧郁症的倾向 可以现在可以减要了 然后运动可以加强我们的举例这样 你看我们八十几岁的啊 也都比都是运动非常好这样子 然后还有下午的共餐啊 我们都办了都按照那个 那个卫福部的规定啊 大家都这样子 需要戴口罩什么的这样子 那最主要是运动可以增进同学们的感情啊 就让身心方面都非常好 都促进你的体力啊 不会一直老化 对然后我们教练啊 老师也都带得非常棒这样子 就是非常感恩我们里长 这几年运动下来 身体有没有什么改善 当然是身体会比较好 你每天都要来运动啊 对啊 我也很会跑就是了 我很爱出去玩啊 所以就是很好 参加这里真的是很好 不要活泼一点 好事就是不会乱想啊 在家就忽私乱想 我都会出来啊 都会出来 什么运动我都有参加 那向大姐在这边除了运动之外 还有没有参加其他活动 有我们早上还有去健走 你长办 这个课程喔 是我们今年第五年以来喔 我们的主要的课程 就是健康促进的课程 我们就是现在所谓的 体士能教练的课程 我们聘请去搜寻 比较能够融入我们长辈 长辈 就是跟他打成一片的 体士能教练 来规划这个课程 这五年来也证明 我们长辈身体越来越健康 身心灵越来越健康 每次可以从哪里看得出来 长青热活油是台北市的市中的得证 各社区都可以免费参加长青热活油 当我们的长辈 每次两步跟着出去的时候 那领队一定会讲到说 喔 你们里面好像都比别人健康 手脚比较俐落 然后在Q&A问答的时候 抢台速度反应也很快 这个是听得很欣慰 原来我们会想到说 想来对自己有点安慰 因为五年了 我们的目的为了让长辈走出来 从家里走出来 然后大家打成一片 现在他们远然同学一样 而且我们喔 寒假只有一个月 我们都就是可以 很长的时间在这边运动 没有说暑假 寒假一直放很久 我们都可以做到过年前才休息 因为老人家嘛 毕竟待在家里 也没什么事做啊 就来这边 其实我们家的感情很好耶 有一两个同学 像我们今年一个阿嬷没有来喔 大家都会关心 会问 结果说她已经快八九十岁了 最近身体健康有点状况 所以没有来 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都 很多同学的潜力啊 都是非常的好 这个我们这些长辈是来自台北市各行政区喔 我们统计过 台北市有九个行政区的人 六十岁以上的长辈 免费齁 我们是免费来这边参加我们的活动 然后我们也统计过 大概每个月有 到目前为止有七千人士 七千人士来这边上课 上过课 因为我们的课程开很多 上课到刷卡 除了有运动课程 旁边还有体势能区 也是里长向狮子会 争取经费建制的健身器材 是油压的 像它现在调的很重 所以要比较用力 你可以调第一段 所以你基本上要贴着 贴着 我们就可以训练你的臂力 臂力的伸展 那边有训练角力 然后这一台 你要训练你的治疗五十坚 五十坚 有沾黏的时候 五十坚会沾黏 那这一台 训练你的五十坚 不要沾黏 这一台 这一台 运动课程后结合共餐 是里长特别规划 十二点一到 育城里的志工们 亲自进行打菜服务 让来自各地的长辈们 一起享用温馨的午餐时光 你训练会这么多 你怕你买了 训练会跟第一就说买了 有运动啊 运动就肚子饿了 所以这边我们就一定要 要让你健康促进 做完运动才能共餐 对它是有好处的 我们长辈们都看得很健康 而且费用很便宜 十块 对 我们台北市的股数五十块 那我们是跟 供应台北市 血同营养午餐的团餐公司 去配套配合 也是在我们里面 请他也一并帮我们送餐 我们送餐 送餐量不多 不过他们真的是协助 送餐 然后我们给他订六十块 然后我们 他就用辅助五十块 长辈只要出十块 就可以来这边供餐 只要台北市民 六十岁以上的长者 就可以凭健保卡 因为我们上课要刷卡 要建党 所有局要建党 要凭健保卡 就可以来这边免费 参加我们一到五的课程 包括我们共餐 交十块就好 我们课程会陆续开发很多 结合现在时代需求多应的课程 那目前还可以让其他区的 有兴趣的民众都还可以来吗 都可以 我们这边有九个行政区 我去请我们秘书去统整过的 我们的资料 来这边报名的长辈是来自台北市 九个行政区 中正万华大同文山都有 都会来这边上课 我这样是好事一桩 好事一桩 我们希望更多的台北市市民 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 来共享 我们这个所为的长辈所规划的 在台北市政府所提供的经费 这么好的一个饮法乐福中心 非常多元的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